昨天呢我们讲到就是基本的形态 然后呢运算式 那大概接下来就要讲的是流程控制 那流程控制跟C差不多 用皮肤或用Port或用Y 有没有漏掉哪个? 没有印象? 其实还有啦 都坏 还有哪个? for each for each for eachC没有 for each只有是一项材料 for each有很多理言都有 但是C就没有 对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控制问题 是SwitchCase SwitchCase 因为你写很多衣服的话 用SwitchCase会比较好行 但是像Python呢 就没有SwitchCase Python它坚持做一种事情 也只有一种方法 所以它只有没有SwitchCase 好 那 像这样的方式喔 只要你学会了这个 基本上你就可以选出所有程式 我觉得 我这样讲的那同学觉得怪怪的 只要你会写前面的变数宣告啊 再加上你不破坏 你就可以写出所有的程式 我这样讲 有没有人觉得怪怪的 事实上是喔 你可以从来都不用函数也没有关系 只是这样子会很乱 但是你还是写得出来 对不对 当然要养成用函数好习惯 但是你绝对可以做得到 因为你用的函数只不过是少写几次了 多副教几次了 不是吗 所以如果你学会这个 基本上就学会了程式设计的基础 但是你要能够写得漂亮 那就需要函数 写得更漂亮 那就需要物件导向 OK 那当然啦还有阵列啦 至少还要加上阵列 我们还没讲阵列 对 好 那我们就今天来看控制逻辑 流程控制 特别是if or for while的部分 那C sharp的这部分呢 基本上都跟C一样 所以我基本上可以不用讲 因为C各位已经学过一年 对 好 一步就是一步 然后else一步 然后最后一个else 这样 然后呢 比如说if是go 大于六十 那我们就一直及格 大于等于六十 六十也及格 else就不及格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判断 那我也可以 像国外他不会打几分几分 他们打abcd 好 我们如果说大于九十就是a 大于等于八十就是b 要加ls 不然会有双重国籍 对 那所以 要加ls 大于等于八十就是b 大于等于七十就是c 然后 不然那就是d 那这样 你就可以做一步判断了 那 如果 你把那个上面的这个结构 雲法结构 跟这个对起来 你就会发现 这个if 那就是ifesp1 equi等于a就是blog1 else equi等于a就是blog1 equi等于a就是blog2 那就这样子 那最后一个 else可有可无 但是 但是 这些eos 都可有可无 有时候我只单准一个 但是前面的影 不是一定要有的 应该没有办法省略 好 那 那 接下来就看po的语法 那po的语法也是 也是 也是 其实是有点难的 但是各位已经学过c了 所以就不应该有 有任何一点点 因为po的语法 其实c是很怪的 很多语言 其实就是for each 就解决了 对于每一个 正念中的每一个 我都要这样做 那 像 很早以前我们学的pascale 那是for i等于e to n 然后做什么事 但是c的语法是for esp1 esp2 esp3 然后blog 什么意思呢 你看一下就这样 id上等于0 for i等于1 i小1等于100 i++ 上加等待 这个不就是esp1吗 esp2 esp3 不过esp2 是一个 是一个 要传回故灵逻辑的 的 真假值的一个 运算式而已 好 那 wile呢 就比po还要简单一点 wile没有这么 这么多复杂的三个 就是wile esp1 然后block 好 那这边 我们也可以把上面的 从1加到100的结果呢 改用wile 只不过程式会藏了几行 多这一行 对 然后呢 这一行也要赌 ok 那这是wile 所以呢 我们这一张就交完了 这一张 这样就交完了 switch case 之后用到的时候再交就好 wile 但是事实上各位都用过了 其实我也留教了 那接下来就来看个办理 我们上程式课 通常会采用办理导向的方式 我觉得 只有从办理中 你才能够真正学会程式 讲很多都是讲 从办理中你才能学会程式 而且 办理没有办法才会你程式 所以我们就来看 我们这一个例子 很简单就是 你输入一个 输入一个 输入几 然后比如说几分 然后呢 我们把它转成整数 来比理看 到底是及格还是不及格 这样就有用到衣服 我们讲示范的就是衣服 那我们把这个程式呢 直接剪下来 然后呢 我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 新的程式 叫做衣服 衣服.cs 我现在故意用一个 就是没有开发工具的写法 没有开发工具的写法 那我们呢 就可以开启 开启 Vitual Studio里面的一个 命令列工具 我切换到这个资料奖 这些指令各位会下吗 不会 再来 cd change directory 改变目录 cd 记住 各位 如果不会下这些指令 不管是windows 还是linux 如果你不会下这些指令 一出去 就被打枪 人家就知道 根本完全不专业 只会依赖开发工具 写程式而已 真正的 专业的程式的人员 不用开发 不用这种复杂的整合开发工具 只要简单的编译器 也能写 那如果完全只能够依赖开发工具写程式的人 通常 也不会被视为是人才 所以你必须要学会这种东西 那 切换到c-shop这个资料夹 DIR一下 我又在cd 又是change directory 我cd 先做cd 反斜线 这个代表 切换到这个磁碟机的根目录 根目录就是c套 因为这个磁碟机是c套 cd ccc cd就是接到ccc这个资料夹 cd c-shop就再接到下面的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 OK 那这些是一个专业的程式人必要的东西 非常必要 各位请你抄下来 考试 考试 我们也会考 考试 考试 我们也会考 没有指 不能指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有看到下面有一个底部点cs 那我就可以用csc 去编译 你会看到它跑出一个叫 -ese的东西 我执行颖 啊 有错 各位很不巧的我们碰到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其实不能算错误 好 为什么呢 因为 豆子里面乙不是内建指令 好 所以 他刚刚误会了 我要误叫那个内建指令 我现在直接打if.ese 那 他就不会误会是内建指令 会去找这个执行单 乙.ese来执行 那现在我呢 就输入55 他就说不及格 对 好 那请各位跟我一样 用命令列来试试看 完成这个工作 程式的部分 为了避免各位找来找去 我直接先把它贴到社团上去 各位可以从社团的网页 去把那个程式剪下来 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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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